这是一杯酱香拿铁 这是一个输出专用的酒精检测仪 那么在之前呢有很多网友在说 喝了这个酱香拿铁以后就会被吹出来酒下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 看一看开车还能不能喝这个东西 咱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 是含53%的贵州茅台酒 这一杯花了我20多块钱 赶上我一天的饭钱了 你还别说还真有一股淡淡的白酒味 然后我现在没有喝酒啊 咱们试试这个机器好不好使啊 咱们看一下啊 机器没问题啊 接下来我就把这一杯都给它喝了 哇喝完了冰的我脑子疼 而且可以看啊 这个东西坑了里面这么多冰 好了接下来咱们吹一吹 看看能不能吹出来酒下啊 马上有钱就会有马拍下钱 成年早来的特效 马上有钱 入入马上有钱 会不会有这个特效出来 我的天真的有特效啊 咱们看一下数值有没有啊 还是零毫克 没有任何的数值啊 那他们为什么网上说这个东西会吹出来酒驾呢 是不是我这个机器坏了 这样我喝几个啤酒啊 看看还能不能吹出来啊 OK咱们退回再试一下啊 看看我喝了几口酒有没有数值啊 那这个机器是没有毛病的啊 现在显示是23克每百毫升 那么事实证明 喝了这个酱下拿点 确实不会产生酒驾的效果啊 咱们退回来 咱们 tirar钱 把厨 rid回来 咱们 这部 yok